這個馬哈蒂爾這次訪問北京啊 聽說北京還去了很多招 但是你能看得出來 中國現在以為自己就是世界老大了 擺那個譜先馬雲勾兌去 我見過最近的美國歐洲的領導人 政治家們 重要人士 我都問那句話 你還認為馬雲是生意人嗎 都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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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是 absolutely not 為什麼 馬雲在兩年前 嚴格講是在四年前 就腦子裡邊就不想做生意 他想玩政治 所以你看 凡是盜國賊有麻煩的地方 馬雲必去 印度有麻煩了 馬雲飛去了 馬上飛去了 做交易 投資 但是最核心的 馬雲就是用自己的錢 藍金黃 當時的領導人 馬雲一定會成為全人類最大的政治醜聞之人 只是時間問題 就馬雲完全聽從於孟建柱 就孟建柱 江家讓他幹什麼的 他就是跟狗都不如 到了馬來西亞去跟人家勾兌 結果馬哈蒂爾不上他就大 當年川普上來以後 馬雲我一個別人介紹了跟川普認識 把中間人給踢了 踢完以後 徐給人家一百萬就業職位 結果找了個理由 又說搞這個貿易戰 給人家不幹了 人家川普早就說 這小子就壓根就沒這個能力 也沒想給我什麼解決一百萬個職業 他也在釣魚 你說川普被騙了能拉倒嗎 美國被騙了能給你拉倒嗎 他竟玩這事兒 然後帶著六個廚師到達沃斯上面去 你不是能跑嗎 他現在就是利用他 小馬能跑嗎 給你套上十台車 一百台車 直到把你壓得類似為子 你不過是政治家的工具 你想跟人家玩 商人想和政客玩 從來你就玩不過人家 他比待著監獄還痛苦 人家的文化人 教育人 帶著腳鑣跳舞 他是絕對是帶著腳鑣 去給人家扛活去了 所以說這回馬哈提爾總理到中國去 沒被馬雲拿下 沒被各種所謂長期的取諾給忽悠了 沒被人家所謂的承諾 把劉特佐的事兒給忘掉了 馬哈提爾了不起